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不能说是强迫收看 就是你也没有别的戏码可以看 放眼国内现在的蓝绿白的政治人物 政客 总统 立委候选人 就这些角色 就这些演员 你欣赏也好 不欣赏也好 你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罢 也由不得你选 你只有选择看或不看 然后投票或不投票 其实我们的选项不多 再下午是因为靠这个工作吃饭 不得不去关切这样的一些选情的变化 不然坦白讲的话 其实是非常的倦怠 都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 然后大家小心 好 来来来 我们来开放我们的call in电话 022363995 先接两通call in先 这个欢迎大家call in进来 控日236395 请大家call in 2023的 对不起 2024 这样都能讲错 2024的总统大选您支持谁 蓝白盒你的看法是什么 欢迎你现在call in进来 请你有备而来 请你言之有误 022363995 那那个郭台铭的部分 我们大概跟大家报告 今天中选会公布的 郭台铭的联署分数 超过90万份 远远超过这个联署的门槛 这个中选会审核通过的 这个合格的这个人数 是90几万人 这个超过的联署的 这个28 29万的门槛 远远超过 那现在的问题是看 这个郭台铭会不会去登记 那是下个礼拜的事情 独立参选的登记跟那个 这个政党推荐的登记的时间一样 就是下个礼拜一到下个礼拜五 20号到24号 那现在的重点是看到说 郭台铭会不会去登记 好不好 你好你好 你好 是您住哪 贵姓你好 我住台中 我姓白 台中白先生请讲来 我是 从柯文哲 就是宣布参选之后 原本是 想要支持柯文哲 那后来因为 有三个阶段 就是针对蓝白和 我一开始不晓得他们要和 然后到第二阶段 我是不支持他们和 然后到最近这个阶段 我是已经 他们和不和我已经麻痹了 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我原本以为柯文哲 是不一样的一个 不同蓝绿的一个政治人物 那没想到 他最近开始 就是跟 不管是邱毅啊 或者是 李全教这边 这些人 就是开始站在一起之后 他的很多行为 就让我开始有点 改观了 所以 他们在和不和 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我已经 没有办法再支持他了这样子 白先生我不是很懂你的意思 就是说 你现在60天之后 你会去投票吗 60天之后 我会去投票 我会去投票 请问你要投给谁 我原本是想支持柯文哲 但是 这几天变化 我还是可能 还是会去投赖清德 所以你本来是要投柯文哲 然后因为最近的变化 你要去投赖清德这样 这个转变也不畏不小 对 因为其实我 你有办法支援其说吗 其实我对他一开始真的是蛮 蛮期待的 因为他的确是跟传统的政治人物不太一样 那他期待也蛮高的 可是 就最近他的一些 他的一些行为啊 然后他跟一些 原本他口中的不好的一些 可能黑金的人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红红的人啊 站在一起之后 可是白先生他去年的九合一选举 他就跟中东紧和在一起了 你该不会是现在才知道吧 你有办法支援 你的故事不够完整啊 你都不都不起来啊 他是前几天跟李全教拜庙没有错 可是 柯文哲身边都是黑金底的一大堆 这已经很久了 又不是今天的事情了 那他跟邱毅蔡正元 获在一起也好几个月了啊 你最近才发现吗 对 其实这个失望真的是慢慢堆疊起来的 你的故事好像也不是很完整耶 好不好 谢谢啦 谢谢你这个剧本要再写一下啦 你写的这个逻辑不通啊 他又不是 他跟黑道这样子的这些 他跟中东紧是去年的事情 跟李全教拜庙是前几天 可是中东紧一年了 去年的事情 你好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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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苗栗的小赵 小赵 你好请讲来 你好 我会投给賴清德 好 不是因为他做多好 是因为国民党太浪 我就觉得让民进党就一 就一党专政 然后变成 以前腐败的国民党之后 等到国民党整个这些立委都 都烂光了之后 然后会有新的第三势力起来 才有可能把民进党拉下去 对 新的第三势力是什么 不是啊 就是像又一会有新的政党 真的看不下去 因为国民党其实 就是这样子 就像你讲的 如果真的再让他执政会好 他也没有改啊 所以只是又变成国民党 民进党在野 然后又再吵来吵去 其实就是 一样还是这样子啊 我的意思是说 就让民进党 就让他贪污啊 就让他贪腐啊 就让他变成 30年前的国民党一样啊 嗯 然后地方也是他的 立委是他的 总统也是他的 然后人民受不了之后 地方不是他的啊 现在不是啊 但是他就是想把你 接下来的10年都给他 然后我要看看 台湾以后 然后 会不会有新的政党出来 能够 现在不是就有民众党了吗 那 现在不成绩后啊 这个 这个起码还要10年20年啊 所以就让他赖下去吧 那所以假装60天之后 你会去投票 然后投给赖清德就对了 哦对 我要让他极度贪腐 然后 比极泰来 让他 让他 让他大头正 大到不能大做 就爆掉这样 你的成语 要不要加强一下 这怎么用比极泰来呢 你的国文是考几分啊 痞疾太来 我是希望就是会有个动态啦 动态的平衡 那这动态可能要20年后 你对 我觉得你是打来耍宝的 你也不是打来讲 你是打来反串的 反凤的就对了 我不是来反串的 我跟你说就是没办法 这个政治 你比如国民党 民众党 民进党 三个党轮来轮去 台湾就会比较好嘛 台湾不会比较好啊 嗯 不是吗 所以就继续投胎心得这样子 对让他烂 对让他整个都烂 对烂到爆 对 好谢谢小赵 谢谢 这这这这这 不是不是 痞疾太来是这个意思吗 来给我郭台铭那一张来 好那谢谢大家 我们第二段再接两通 第三段再接两通 我们照这个这个规则来了 好那刚刚跟大家提到这个郭台铭 这个中选会公布的这个 他合格的联署是90万2389 这是郭台铭获得的这个联署 那现在的第二个关卡就是说这个下个礼拜 20号到24号的这五天的登记啊 那郭台铭会不会去登记 这就是一个悬念 好那首先我要再次跟听同朋友说对不起 我之前的研判是错误的 我本来以为郭台铭不会去送联署书啊 好那结果他真的去送了送了100多万份 那现在合格的是中选会审核通过是90万 超过90万份 这当然是远远超过这个联署的门槛了 那所以我当初的研判是错的 我以为他不会去送联署书 因为当时各地的回报都说 他的联署状况很冷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说 你看联署站不准的地方是说 譬如说我要帮郭台铭联署 我不一定要去联署站 这样大家了解吗 谁跟你规定说联署一定要在联署站前 我不能在家里写吗 对不对 我在家里写好 我再寄过去 或是再请人送过去 我为什么一定要在联署站写呢 所以你看联署站的 这个人潮的状况 是没有办法推算他最后联署的份数 那现在的问题是这样 因为郭台铭这个联署的弊案是遍地开花 非常的糟糕 就是我们从1996年这个总统 直接民选以来 没有看过哪一次的联署是像郭台铭 这一次的联署这么丑陋的 这还真的没看过 目前还有很多人在被收押 全国各地检署一大堆 就这个 我跟你讲 你看社会新闻是这样子 内行的是看门道 外行是看热闹 一定是最高检直接下令 不然不会这样子办 这样大家理解吗 这一定是最高检察署 逼逼一声令下 然后全国地检署通通动起来 他的弊案才会这样子遍地开花的办 好 那可以说是有备而来 那这个很很难自圆其说 就是说 你看赖清德他公开讲 赖清德是欢迎郭台铭参选的 赖清德公开讲过 郭台铭之前送连署书的时候 赖清德就表示欢迎 为什么 因为站在民进党 站在赖清德的立场 他当然希望郭台铭独立参选 而且要参选到底 这个对赖清德是最有利 所以他说欢迎 所以用这个角度来推算的话 最高检察署他是不应该去办郭台铭的 各位听众朋友你这样了解吗 今天检察中长 我当然是应该帮赖清德 助赖清德一臂之力啊 我去查这干嘛呢 那今天全国各大地检署 风风火火的在办郭台铭 他就跟民进党无关了 这样大家理解吗 这绝对不会是民进党下定的 因为是这个是违背民进党的选举利益啊 对不对 你去办郭台铭让他选不成 那不是拿石头砸赖清德的脚吗 你应该是闻风不动 然后呢这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 这一份200一份500随便你啦 我通通不要查不要办也可以啊 对不对 那站在我对检察总长的一点点的理解 因为这个我们的检察总长是四年一任 然后不能连任 我们当初的这个法院组织法的设计是非常的刻意啦 为什么四年一任然后不能连任呢 就是要让检察总长 心无旁骛的去办案啊 你不要想连任了啦 因为不能连任啊 你也不必去巴结立委 巴结总统 巴结党主席不用 因为你不能连任你巴结他们干嘛呢 好 这个我们先进广告 回来继续接call in来 我是陈辉文 023639 我们的call in电话 那听到朋友是这样子 这个选前倒数十天 我们是不会开放call in的 嘿 选前倒数十天是这个民调的封关期 这个开call in风险太大了 嘿 这个 不能冒这个险 讲错一句话要罚50万 我没有办法这个负担这个费用 哈哈哈 那你你讲错你要负责 然后你也连累到我们电台 所以倒数十天 我们是不开放call in的 好不好 那换句话说 这个倒数六十天嘛 那在call掉周秀二日 我们能够接的call in也没几通的 02363995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还没打的朋友赶快打 因为机会不多了 嘿嘿 你好你好 喂你好 回忍哥 你好 我反乔姓程 程先生请讲来 欸 我反对蓝白盒 嘿 因为喔 上礼拜 你礼拜五在投认这个就是 马英九跟韩国瑜在背后开箱的问题 嗯 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喔 欸那个程先生 我打擦一下 我怎么觉得你声音这么熟啊 对 你打过了呢 没有 打过就不能再打了啊 不是 我没有打过啊 那你刚刚对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没有打过 我说你声音这么熟 你说对我我吓了一跳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只是说 上礼拜五我听这个广播 不是我们开放2024这个大选人 你都没打过就对了 没有没有 上次打很久的是年改的 哦 所以是误会 抱歉抱歉 来继续来 那我觉得 嘿 背后开墙的齁 嘿 我觉得他们 有点像 习黄在 表示孝顺的意思的啊 那我个人是支持 侯友宜自己 搭配一个适当的候选 来做 谈选的问题 这样比较适合 那你像 台北市 蒋花安市场 接了 柯文哲的烂摊子 一句话都不敢坑 就默默去身边承受 对不对 那看起来就很奇怪啊 那 盧秀燕 在台中 的时候 那蔡壁如凭什么 站他旁边 他是凭什么 我觉得我国民党 要硬起来啊 那就不要说 朱立文乱搞 一直这样沉沦下去 陈先生他们明天 还有会面 你怎么这样 一直拖 一直拖 拖到什么时候 一直要顺着 明天马还要出面 直接跟朱还有柯 他们见面啊 我觉得马英九真的话 很多啊 真的令人变反啊 可是 陈先生我们只能当观众啊 我们能怎么 我们除了 骂来骂去之外 我们能怎么办 我只想要啊 如果 侯友宜 他搭配一个适当的人选 我就投票 不然什么 什么蓝白河 白蓝河 什么我是不会投了 陈先生如果明天马英九出来瞧 然后 蓝白河 侯柯佩柯佩 你都不要啊 不要 只要有柯你就不投就对了 对 他就是个悲惨嘛 这样如果他们骂你说 这样子让蓝清德躺着悬呢 躺着悬 躺着悬 躺着悬就躺着悬啊 这也是 就是马英九韩国瑜 朱利云造成的 他们就是国民党的罪人 那吼为什么不硬起来呢 你怎么露的侯友宜咧 侯友宜 说什么 侯友宜就直接告诉柯文哲说 我不要跟你合 我要自己选就好啦 你怎么都露掉侯友宜 现在60天就把自己的政见 震震当当的讲出来 不要一直在吵这个 不是啊 所以你刚骂马韩跟朱 我都没意见 那侯是总统候选人 他像总统候选人吗 他被 他被 他被柯文哲这么羞辱 他为什么还要配呢 对啊 我就搞不懂 你没有露到侯友宜 我一定要補充一下 他跟柯文哲狗狗 你不要搞什么 谢谢啦 陈妍谢谢啦 因为我时间关系 你不骂侯友宜 我一定要骂 那 马跟韩是比较配角型的 朱是党主席 朱一定有责任 那侯的责任是什么 侯在那边讲说 我等你好久 我们要结婚 我们两个一定要在选票上 那侯你就三百个选票啊 你干嘛一直拿那个什么 结婚当例子呢 听得很噁啊 人家就不要你 你就不要啦 欸 柯文哲当着侯友宜的面说 要找副总统齁 韩国瑜跟柯智恩都比你强 那当中大人生蜜蜜啊 意思就是 柯侯佩我不要 因为你会拖累我 你不要当副总统齁啊 柯智恩都比你强 你当什么副总统 柯文哲是这样羞辱你 那你为什么要接受这样的羞辱呢 柯文哲在他的新书發表会公开讲说 我让你选你也选不上啊 公开的羞辱侯友宜 我让你选你也选不上 那你还在等他干什么呢 對不對 那侯友宜为什么不就告诉大家说 我不要再跟柯文哲谈了 我要自己选 藍白和到此结束 藍白立委合作可以合 那个是朱主席的事情 总统 我就是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我就像陈贤讲的 我找一个副总统搭档 不管是谁 反正国民党中常会 已经授权副总统 让侯友宜自己挑了啊 就 那天那个 那个重天君 阿姓他们在那边胡说八道 什么什么 什么挑副总统 要送中常会 中你个头啊 早就授权了啦 全代会之前 国民党中常会就授权侯友宜 说副总统你自己找啊 不用跟我们讲 你喜欢谁就谁 而且我跟你讲 副总统还不一定要国民党的 五党籍也可以啊 陳建仁 就是五党籍的啊 他那时候当蔡英文的副总统 他就是五党籍的啊 你好你好 菲典你好 我住台北毕姓廖 廖先生你好 请讲来 我支持赖清德 好 对因为我觉得是 选战剩下六十天两个月 其他三组都还没有很明确的 就是到底谁要选 或者是谁当谁的副手 而且泛兰整合都不见得会赢了 因为这三十年来 兰绿各五五波嘛 兰的十六年绿的十六年 证明说就相当艰难 但是你整合都不见得赢了 你还分裂 我觉得蓝赢不会赢了 那也不干你的事 你要投戴清德啊 对啊 因为他们没有准备好啊 不是你本来就要 你本来也不 他的准备好 你也不投他们 干你什么事 不是因为我觉得蓝的 你有考虑过要投国民党 然后因为他们没有整合 所以去投戴清德 我曾经有考虑过 投国民党的票 是投侯友宜吗 因为他们最强的是侯友宜啊 不是最强啦 他们总统候选就是侯友宜 还有最强 对啊 当初在选的时候 他的民调最高 可是他一旦初选 也不是初选 就是党内出来之后 他马上就民调就下降了 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就是 范绿的网军很厉害 不是 你现在告诉我的故事说 你本来要支持侯友宜的哦 也没有 我本来想支持郭董 可是郭董居然没有办法 代表国民党出战 你这样变来变去 我要怎么跟你 我要投戴清德 然后我本来觉得 国民党他们没有整合 然后你本来要投 因为我不想我的票浪费 没有价值啊 那你投戴清德就不会浪费吗 对因为我觉得他稳当选的 你是用这个角度来看哦 对 因为你要投 你要投的人是你希望他会赢的 你才投就对了 对我觉得我这样 我才有参与感啊 我的票是值得的啊 这样怎么会叫参与感呢 那你四年前投蔡英文嘛 对不对 对啊对啊 这样有什么参与感 这四年代有什么参与感 我觉得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啊 我跟大家多数名义一样啊 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的票才不会浪费掉 要先四年前你投蔡总统四年了 因为他快卸任了嘛 你觉得这一票你是正确的吗 我觉得正确啊 嘿 怎么讲 比如说疫情期间 我们台湾在世界各国是模范生的 名列前茅耶 你没有排口罩 没有排疫苗 没有排快塞吗 有排啊 可是后来都解决了啊 所以排队 那鸡蛋你有排到吗 鸡蛋没有耶 因为我在家里不负责采购 所以是你的家人去买鸡蛋去排队这样子 对对对对 所以你觉得这四年投蔡总统很值得 这一票没浪费就对了 可是我觉得如果那时候是 是国民党执政的话 搞不好我们打国药科兴耶 国民党执政打国药科兴 你是说打大陆的疫苗 对啊 说不定是这样子耶 大陆的疫苗 我们不能进来你不知道吗 那是执政的决定啊 如果是国民党执政的话呢 不是不是 那个要修法的啦 那个是要修法啦 那个我们的法律规定大陆的疫苗 还有就是 我觉得那个布桃 所以你刚讲那个也不太对啊 布桃处理得很好 布桃没有像当初和平医院封院啦 当初和平医院是国民党执政 结果把它封院了 指上了多少医护人员 布桃没有封院 布桃也很严重 和平医院封院的时候 怎么会是国民党执政的 那时候是马英九啊 总统也是马英九吗 不是啊 地方政府啊 是谁封院的 我不清楚 但是我看到绿营的网军 攻击的是马英九封院啦 你总统那时候是阿扁啦 你不要闹了啦 又是阿扁下定封院的吗 那是马英九下定封院的吗 我也不知道 是啊那你在讲什么呢 谢谢啦 了解你不要再鬼扯了啦 这个跟布桃跟和平医院 那个没什么关系的啦 啊你一下子要投赖清德 一下子 本来要投侯友宜 然后最后你本来要投郭台铭 这样也有点乱啦 好不好 那廖先生像你这种 那你你你觉得你四年前 投蔡英文是很正确的 排疫苗排口罩排快赛都没问题 那我也没有什么要跟你讲的啊 你觉得你相信蔡英文的鬼话说 我们的防疫成绩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 我也没话讲啊 你相信民进党你觉得防疫是很成功的 如果国民党执政我们说不定要打国药跟科兴 这种话你也讲得出来 唉 我们在台湾你有钱也买不到国药跟科兴啦 你大陆的疫苗我们这边是没有的 好不好 没关系啦 你欢迎就好了 来来来来 再回过台湾来让给我 嘿 听你讲这个我现在也很疲 呵呵呵呵 和平医院当初那个SARS的问题 那个要讲又扯远了 那个不讨处理的好不好 我认为处理的是不好 那三加十亿处理的很好嘛 我也不要跟你计较了 你觉得反正你都觉得民进党做什么 排疫苗排口罩排快赛排鸡蛋 你都心甘情愿 那我要跟你讲什么 那你就头戴清德好了 对不对 排疫苗排口罩排快赛排鸡蛋 你排得甘之如鱼 还觉得民进党执政很好 那我 那你头戴清德是对的 因为你觉得头蔡英文 但是廖先你你讲那个 我觉得很怂的地方是在于说 我投的票他会当选 我才觉得值得 这个观念是很可笑的 就是我 当然你不是唯一一个就说 我希望我这票我投的人会当选 就是这种这属于西瓜派的投票方法 那边人比较多 那边会当选 可是我要告诉廖先 我的观念跟你完全相反是 我觉得对的就是对的 四年前我投韩国瑜 我输的264万票 输的19% 可是我很开心 我很得意 到了我死之前 我还是会很开心 我那天投的是韩国瑜 虽然他输的可是我很爽 他输200多万票 可是我觉得我那一票是值得的 他输的又怎么样 对啊你投蔡英文 蔡英文赢了他投817万票 57%的得票率赢了 赢了又怎么样 东风飞弹都打到头上来了 这已经超越李登辉跟陈水扁了 东风飞弹打到头上来的不告诉你 这是什么烂总统啊 那我很不很不 我跟各位讲一个坏消息 坏消息一定要是要跟好朋友分享的 我告诉大家 立法院的总咨询已经结束了 在不知不觉当中 立法院的总咨询已经结束了 这个告诉你什么呢 就是国民党38个立委在立法院耍保 各种的什么乱七八糟 已经结束了 选举会期 快要投票了 立法院的总咨询已经结束了 那我问你那国民党那些立委在干嘛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啊你们不是都跟我讲民进党执政很烂吗 那你38个立委你的战力是什么呢 对不对 那我一直不了解说 为什么国民党立委问不出来说 为什么飞弹打到头上了 你看前几天不是这个新闻有没有 那个大陆发射那个火箭啊 他们要发射卫星 从他们那个西舱的那个卫星中心 发射一枚卫星 经过我们的上空啊 欸那是卫星欸 卫星火箭发射卫星 经过我们的上空你发新闻 解放军的东风飞弹飞到我们头上来的 你发不发新闻 你什么毛病吗 你不觉得我们的在野党在干嘛 如果是我一定把国防部长找来 我们的国防部 我们的热山雷达战 什么时候侦测到 大陆的解放军飞弹射过来 我们侦测的几枚 几枚是朝着我们的这个本岛飞过来的 有飞越我们本岛的是几枚 那我们什么时候掌握 你有跟蔡总统回报吗 那为什么老百姓什么都不知道呢 大家被骗得甘之如鱼啊 是日本的防卫省公布了 我们才知道 那你还心甘情愿的要同民进党 那我要讲什么 你觉得这样是对的吗 飞弹打到头上来的我们不知道 这实在说实在鼻子 然后立法院 这个会起立法院总咨询已经结束了 所以 这种国民党值得支持吗 国民党立委 立院党团的战力是什么 我没有叫你占领主席台 我也没有叫你打架 你有发挥你在野监督咨询的力量吗 叫你调个疫苗核约你调不出来啊 然后那个软弱无能的现在在当台北市长 他是未还委员会当时的招委 美国的法律硕士还有律师资格啊 叫你去看合约你给我抄那个什么保密协定出来 你是叉叉吗 他把那保密协定抄出来去吴子家的董事长开讲 他说你看你看我抄的一个面包 台下热烈鼓掌啊 台下一群外行人在那边鼓掌啊 哈你把这个抄出来 现在我告诉大家好 每一份合约的保密规定都差不多啊 那你抄那个保密规定 那他那个是有点 有点定型化契约的那个保密的规则啊 你抄那东西出来 那是最不重要的 你抄那个出来 台下热烈鼓掌 哎呀好棒啊 你抄一个最不要 其实是其实也不能抄 因为那是秘密会议啊 你抄那东西出来干嘛呢 叫你掉疫苗的合约数量 价钱什么的 通通掉不到 然后比赛就结束了 那这个会期总咨询也结束 好那我刚跟大家讲到那个检察总长 把那故事讲完 那以我对邢泰招的了解 虽然我也经常批评他 但是在我的定义里面呢 就检察长来讲 他可以算是办案型的检察长 那因为我刚跟各位解释过 检察长是不能连任的嘛 四年一任不能 那检察总长已经升不上去了 已经没有官 除非他去当法务部长 或者他这个 当大法官可能也没机会了 因为他太太现在已经是大法官了 朱富美朱大法官 那除非他去从政 不然的话 理论上 邢泰招检察总长的公务人员生涯 应该就是他的封刀之作了 所以我这边要特别跟大家讲说 这个金流 以人追前以前追人 这是最基本的 这直接的是 看你检掉有没有在办 郭台铭获得90万的联署 我恭喜他 他要不要去登记那是政治动作 我现在没有再跟你谈这个 我是说 你把全国各地的弊案加起来 他们动员的钱 可能是数千万甚至是上亿 这样大家理解吗 这么多人被收押 有200块的有500块的 有送卫生纸的 有送什么油的乱七八糟的 这些都是钱买的 那钱从哪里来 谁出的钱 你今天 邢泰招总长 你指挥下面去办这个 如果没有办法追出幕后的金主跟金流的话 那这个案子在我看来是失败的 不是压了很多人吗 你压的那些虾兵蟹降是没有意义的 你要把幕后的金主 把真正出钱的人抓出来 那就是真烦 好不好 今天晚上三 我是陈慧文 来 我们还再接两通call in 那 这个听有没有是这样子 因为我在开放call in之前 因为我 从2006年 做这节目到现在 我接的call in也 很多通了 这没有什么好得舍的 就说 我会犹豫是因为之前的call in 部队太多了 但是呢 我们不能因为有call in 部队 所以不开放call in 这就应业费事了 好不好 那我是比较希望call in 部队的朋友 你就省省吧 因为你是不是call in 部队 其实大家是听得出来的 我没有证据说你是call in 部队 但是这么多人在听 又不是只有我们两个在听电话 call in 部队不要打 我这这么小台 你咬在这要做什么 你有打去馆长的节目 我会比较实在 对不对 我这个是小本经营了 好不好 真正想表达意见的朋友打进来了 call in 部队你打来宣传 意义也不大 还会被我吐槽 这样也不好 我也不好意思 你好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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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住哪 貴姓你好 我高雄 我詹姆寺 詹姆寺 你好 嘿 嘿 对 那个我是觉得啦 我是觉得 现在目前的状况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是觉得马先生他愿意出来 然后能够协调柯文哲跟国民党的话 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做法 然后如果说 在马先生这样子的一个协调化 他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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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 惠文有提到的就是说 这个大海的问题 在马先生的协调下 应该是比较没有问题的 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这样子 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 是因为 那个 柯文哲他讲的两岸一家亲 已经涵盖了九二共识里面的主要的内容 我听你在讲 好 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 因为两岸一家亲 你就是把台湾 中华民国这边 跟大陆 已经变成亲戚的关系了 詹姆斯 谢谢 你要讲这个我就要换人了 好不好 你觉得两岸一家亲就包含九二共识 那我尊重你了好不好 你有别的要讲吗 有啊 我是说 那个 在这一次蓝白河里面 比较特殊的就是说 有真的提出联合政府这样的一个概念 还有将来是要走向内阁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以前我以前从来没有过 在台湾的政场上从来没有想要用联合政府 还有内阁制的一个前驱的一个做法 前驱 前驱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先前先要一个联合政府 因为我们现在要改改宪法或是要改制度 没有那么容易嘛 所以在立法院 詹姆斯 时间的关系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后面 你问阿滋 我后面题目都没讲 你要再讲这些 我实在是很抱歉 你42分58秒进来的 我44分50几秒挂你电话 你讲的快两分钟了 好不好 你讲的我都不认同 但是我没有时间回应你 很不好意思 因为我这个后面题目要讲一下 你好 喂 你好你好 是我吗 是对你好 你好 你好我那个新北双木林 林先生来请讲来 对对对我是觉得说 社民历长是真的做的 不是让人很满意的 那 那台面上这四个四组候选的 基本上 我觉得那个 呃 县市长大选第二次大胜 然后国民党又没办法推出一个很好的这个候选 我是觉得应该是创历史技术了 就是说 县市长赢那么多 结果一个总统大选 第二次还会输掉 我觉得真的是对不起这些台湾的老百姓 林先生你敢赶快讲 因为我时间有限 对那我是觉得 其实我不赞成蓝白河了 那我是希望说 既然说 啊你国民党推了侯友宜 我是觉得侯友宜 你自己应该是 因为你是 你自己选的 你是自己 你是总统候选的 你应该是 要硬一点 而不是 因为你是 毕竟输赢是你自己 你应该硬一点 而且 而且不要说像后面的这些 像朱立伦 马英九 韩国瑜在 后面下一些什么指导 我就参考就好 我就说 自己是你自己胜负 你自己要扛的 你自己应该是要硬一点 林先生 六十天之后你会去投票吗 我看当时的状况 如果侯柯佩你要去投吗 应该是不会 那柯侯佩你会投吗 不会 也不会 因为我不喜欢柯的 你有柯你就不要就对了 对 如果侯友宜自己 站出来选 硬一点 我基本上还是会支持他的 虽然说心里面很不愿意 我知道 林先生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谢谢林先生 因为我时间很抱歉 很赶 詹姆士英国今天闹了一个大笑话 英国的内阁乱七八糟 在那边盲目推崇内阁字的朋友 因为很抱歉 我对英国实在是不熟 我是看热闹 看到英国政坛乱成这样子 所以所有在那边瞎掰内阁字的人 去看英国今天发生的状况就好了 英国的内政大臣 下台 英国的外交大臣去接内政大臣就算了 英国以前的首相 就是脱欧的首相 叫做卡麦隆 回国去接外交大臣 我不晓得 英国这个叉叉国家是在干嘛 你们不是很喜欢内阁字吗 内阁字就是这样子的动荡 内阁字换人就跟换走马灯一样 说换就换 外交部长跑去当内政部长 特拉斯 不是特斯拉 特斯拉是车子 你们再去搬 就是叫马英九基金会 出了六千多万的鸿海股票去职押的 是郭台铭 所以马英九是拿人的手短 我请问马英九你一个人有三个基金会 你有病吗 成立那么多基金会干嘛 那明天会去出席的是朱跟柯 嘿 那我是希望马英九直球对决 就马英九你就问柯文竹说 你认同你支持九二公司吗 马英九会问吗 马英九不会问 因为马英九是个见证人 见证人要见证什么呢 所以詹姆士你讲那个我也不同意啊 今天蓝白要怎么合作 侯是总统候选人 柯是总统候选人 朱立伦是党主席 柯文哲是党主席 你们三个人没有办法谈 还需要一个马英九出来见证 那就笑死人了 还什么协调 两个党主席 两个总统候选人 你们没有办法决定蓝白怎么合作 还需要马英九出来瞧 这很可悲啊 那我问大家好 为什么马英九要同意当见证人 这个就要回到我朋友啊 这个单身广 这个以前叫王佑正啊 这个他前一阵子有赖我 他一切都好 跟以前一样瘦一样帅 大家这个他的粉丝不用担心 他一切都好 这个是单身广给我的概念叫做什么 叫做配合演出啊 我以前去参加他的节目 我也收获很多 叫做他教我配合演出 我请问你 为什么马英九要配合演出 你叫我当见证人 我就当见证人喔 为什么马英九要配合演出呢 对不对 那为什么 柯文哲说 我要找马英九 马英九就配合演出 这些都是套路啦 就他们演给你看 你就看就好啦 就是一场烂戏 那现在的问题说 马英九你敢不敢正面对决 直球对决 问柯文哲说 那请问你支持九二共识吗 高雄的詹姆是 如果蓝白河他不是政策政见论述的结合 那你就是分账啊 两岸一家亲不等于九二共识啊 两岸一家亲是一个概念 以前叫做两岸一家人 后来叫两岸一家亲 九二共识是两岸两会 共同对话的政治基础 那个意义完全不一样啊 柯文哲是用两岸一家亲去呼嚷九二共识 哎我主张两岸一家亲 那你支持九二共识吗 九二共识是有他的特殊定义 他的政治意涵的 两岸一家亲没有啊 不用在这边偷换那个概念 我没有那么好呼嚷啦 你以为我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吗 不是啊 你以为你打来就可以随便乱讲了 没这个 我坐在这里这么短话哦 你也好了 不是你打进来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啦 嘿我这边又不是电话交友中心 男来电女来电你也好了 你以为我是来电五十哦 我也不是来电五十啊 那什么两岸一家亲 就蕴含九二共识的概念 我还从来没听过 我也不同意啊 那马英九敢直球对决吗 侯侯仪之前来 換侯侯仪那张 他问柯文哲说你反台独吗 柯文哲没有回答啊 那没有回答要合什么呢 合你的叉叉啊 来来来 柯文哲市长 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看到两岸的政策 有没有很具体的明确表达 甚至反对台独 或是支持台独 也没有把它讲清楚 这是侯友宜在远见高峰会 10月18号的谈话 距离现在一个月啊 柯文哲有回答吗 那我这边我也要骂一下侯友宜啊 那柯文哲都没有回答 你要跟他配 配什么配呢 柯文哲有直球对决吗 你问他反台独他有回答吗 柯文哲市长 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看到两岸的政策 有没有很具体的明确表达 甚至反对台独 或是支持台独 也没有把它讲清楚 那这样蓝白要撤什么民调呢 韩国瑜你去面壁思过啦 马英九你不用在那边缴获 当什么见证人 你笑死人啦 朱立伦跟侯友宜 你们都通通去面壁思过 通通去撞墙好了 他什么都没讲 你要跟他蓝白和和什么XX 我不晓得你们在讲什么东西啊 九二共事柯文哲有表态吗 没有啊 反台独他有表态吗 也没有啊 那你们要跟他和什么 应该是赖清德跟柯文哲和啦 那你也好了 赖清德跟柯P比较像啊 就不承认九二共事啊 那这样不就解决了吗 就你应该去跟赖清德比民调 你怎么跟侯友宜比民调呢 那就是大家到底是在想什么 我都看没了 来来给我那个民调 今天联合报公布的这个民调 你看这个准不准 很好玩啊 有郭台铭的话 柯侯配赢5% 有郭台铭参选 侯科配也赢5% 在有郭台铭参选的情况之下 侯科赢5% 柯侯也赢5% 这个叫做同登同分啊 那如果郭台铭没有参选呢 柯侯配赢6% 侯科配也赢6% 又同登同分啊 你说这个联合报这个民调 你跟我讲说这个是巧合吗 你觉得这是巧合啊 嘿嘿 不是都赢5%就是都赢6% 我不相信这是巧合啊 好这个民调是用心良苦啦 好来 最后给我那个科匹哪一张 来来我给大家听一下 这是柯文哲啊 在嘉义演讲的时候 提到这个弱势的部分 你听听柯文哲讲什么 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对穷人好 对那种社会的弱势者好 不是施舍不是怜悯 是保护自己 为什么 你现在不照顾他 那10年后20年后 就是那些枪见乱杀人犯 这个字在讲什么啊 这种水准的人当总统 这些年轻跟高协率的选民 你们支持这种人当总统啊 柯文哲还讲说 那什么国中毕业 没有升高中高职的 大概只有1%多 然后什么什么 什么吸毒99倍 我一直看不懂 什么叫做吸毒99倍啊 黄珊珊在后面一直点头 黄珊珊你是有什么毛病吗 柯文哲的意思是说 你从国中毕业 你没有继续去念高中高职的 你去吸毒的那个 是99倍之多 那这些中挫生 是他们有什么问题吗 那他们就一定会去吸毒吗 柯比 会跑去夜店拉K的那些不太狗 很多都是名校的 不见得是中挫生 你对弱势跟中挫生的 那个错误的概念 这种被蓝白盒 这种被全民调 再见 就爱点你 UFO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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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